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一起美食探店的时间了 今天我刚好经过新宿 所以在新宿附近拍了一下这边的街景 新宿玉院那边的樱花已经是完全开到了最绽放的那种状态 就是那种你可以肉眼看到树枝已经是完全支撑不住樱花的重量而垂了下来 今天的午饭我来到的是一家过于新宿三丁木附近的烤肉店 因为现在是早上11点刚刚开门 所以我是第一个进来的客人 这个是他们店里面用于调制碳酸酒的一个类似于水龙头一样的装置 这个是我今天选的调酒用的糖浆 他们家的酒水系统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你可以单点饮料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种的就是你可以选择60分钟的无限畅饮 无限畅饮的时候可以从八种不同口味的果汁当中任意选择两种 然后再配合刚才那个可以喷射碳酸水的装置 就可以自行调配一杯属于自己的酒水了 这个是今天点的一小份的牛味 然后这个是今天点的牛大肠 他们家的位置呢是位于新宿三定木的某一个餐饮街的某一个小楼的三楼 而且他们家的店名也非常的长 非常的有意思 我给大家来读一下 他这个店名叫做铃鸟柠檬碳酸水 鲜苔内脏烧肉九肠 长盘平 好那先和大家一起来烤一下今天的这个牛大肠 这个肠子的形状呢是呈圆柱形的 所以在日语里面它叫做碗肠 碗子的碗 就每次做视频的时候一边烤着这个大肠一边玩火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呢是今天我觉得在所有的烤肉店中极其罕见的一种酱汁 它居然是味噌酱 在我的印象当中呢 味噌只有是我在喝味噌汤的时候才有出场的机会 真的是没有想到它居然是可以作为烤肉店里面的蘸酱出现 我相信大家在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很多人正在吃饭 大家也可以一边吃着饭一边体验一下这种烤肉红红火火的热烈气氛 味噌酱跟其他烤肉蘸酱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 其他的蘸酱一般都是甜的 而味噌酱它是咸的 我尝试了一下这个味噌酱 发现它除了没有辣味之外 真的是和其他的那种辣酱有非常高的相似度 蘸的这个烤肉非常的好吃 味噌rael 牛的大肠确实是非常的厚实 有那么几块必须用剪刀剪开之后 才能够让火烤到里面去 这个不用多说 还是那一款非常经典的牛味 虽然说今天的这个酒水是60分钟之内无限的畅饮 但是我并不是冲着酒水来的 我还是冲着肉来的 所以我算了一下 前后总共也就喝了三杯左右 反而我倒是觉得他们家的味噌酱非常的好吃 这一瓶酱被我反复的挤 反复的挤估计很快就要没了 很享受这个糖尿不吝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今天拍视频的这个空间 因为我今天是一个人过来吃的 所以店长就给我安排了一个靠窗边的非常挤的小空间 桌子非常的窄 然后中间放的是一个大大的烤炉 最后再放上几盘菜和一些调味料之后 就勉勉强强可以放下我的相机 接下来这个是牛的五花肉 我觉得它的这个肉色跟纹理虽然谈不上是和牛吧 但是也是非常的上镜 非常的适合用来拍摄今天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们的店面感觉是非常的拥挤 并且是非常的具有工业化的气息 这是今天点的一份牛舌加上柠檬 我们下来拍摄这个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一开始我以为只有他们家的饮料有60分钟的时间限制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家的这个作息也是有90分钟的时间限制的 一开始呢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也不知道 然后小哥在剩下10分钟之前突然跑过来跟我说 你的这个作息还只剩下10分钟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还有好多刚刚点的菜没有吃完 就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牛舌 所以呢我就是建议大家以后吃饭的时候还是要尽量留意一下 店方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一些限制 所以呢我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在剩下的10分钟以内 要想方设法的把我已经点的还没有烤的东西全部给解决掉 好那以上就是本期美食探店节目的全部内容 今天的这个收尾还是比较仓促的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